Hello, Good afternoon, 大家好 這條影片會講一下肥欣兒的PK父親 她一生之中有三段婚姻 有四個女兒 但每一個都是同樣的基因 但幾個女兒都有相差角異 另外她一生都有女人債 究竟誰是最淫亂的一個呢 也會跟大家講一下 在銀幕上看到她有古裝美藍之稱 風流梯堂,英俊瀟灑後生時 迷倒萬千少女 飾演過楚留鄉一角 成為一個最經典的 被金容先生讚賞 但在電視劇上禁風流梯堂 她的私生活經常被人救病 三次婚有四個女兒 和第一個老婆叫盧慧如 第二段婚姻是沈殿霞 阿緋姐 最後是關精華 關精華也不是簡單的人 非常有勢力 她是一個好演員 但絕對不是一個好爸爸或好丈夫 在年少輕狂的她幾乎到處留情 四個女兒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而她們的命運究竟是何去何從 大家一起看看 首先是鄭少秋十六歲 入演藝陪伴的班 在期間結識了盧慧如 青春少崖 天不怕地不怕 很快情投意合 兩個人走在一起 但由於不滿足婚姻的未足稱 只能暫時同居 不久之後 這個盧慧如第一位太太 即是第一位女人 有生了一個女兒叫鄭安怡 兩個人奉旨成婚 然後這段婚姻在這個時間 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好 因為鄭少秋忙於她的事業 打拼 另外只能奔波於腳的劇組之間 做一下跑龍套 事業一點起色都沒有 但她並沒有放棄尋找愛情 當她主持《歡樂今宵》的時候 經過沈殿下的介紹 認識了深深 深深並沒有逃過鄭少秋的猛烈追求 兩個人順理成章走在一起 因為先前有婚姻的經歷 她自己沒有向深深坦白 在三年的拍拖時光 轉眼與深深去談婚論嫁階段 那時候鄭少秋才開始坦然承認 自己離過婚 還有一個女兒 其實深深表示她接受 但她的父母不肯同意這段婚事 在夾雜家人和戀人之間 深深是很難受的 被迫很無奈的 寫了一封分手信 結束了這段關係 這個原因就是 為什麼那時候 阿緋姐轉交這封分手信給鄭少秋 誰知道阿緋姐不知道這封分手信 終於鄭少秋就在房間裡 經常不開心 她就陪她 看到這封分手信之後 鄭少秋很傷心 阿沈殿一路都很安慰陪伴著她 逐漸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在相處的過程之中 被鄭少秋深深吸引著 由相識相戀到報入婚姻教堂 這對戀人一路都未被外界看好 甚至阿緋姐的好朋友 也勸阿緋姐 認清楚鄭少秋這個人品 其實阿四哥雖然是風流的堂 但他絕對是風流 而另外一些人沒有那麼風流就變了下流 當時阿四哥有勸過阿緋姐 你看看他是什麼人 你看看他 出來滾 但沈殿霞不聽 並且真的跟他結婚了 但當時阿緋姐在娛樂圈舉足輕重的地位 主持界的一姐 藤軟呱呱呱呱呱呱 很多超級的人物網絡 就算她也是張學友的乾媽 曾志偉、鄧光榮也是她好朋友 她自己的身材也非常突出 所以在開心果很多人都喜歡她 但她堅信她自己是遇到真愛的 等於那些人很醜樣的 在街上被人發掘了 騙人那些 你好像明星這樣 不如你上去我那裡 但那些人是不相信自己被人騙的 你告訴朋友 別人說別人騙你的錢 你是不相信的 類似那些情況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 對鄭少秋可以說 傾盡所有的 她利用自己的人物網絡 就幫她一步一步地向上爬 爭取很多部電視劇 影視劇的演出機會 令到她慢慢成為了 古裝美男的稱號 據悉,沈殿霞為了 幫鄭少秋爭取角色 不惜向劇組導演下跪請求 跪在那裏求求求求求求呀 這些付出到底值不值得呢 她一心一意想和鄭少秋結婚 與這位男人是有自己家庭 但鄭少秋和劇組的女演員 都頻頻傳出匪問 沈殿霞接著正說 對方便花弦說 推三推四一生之下就说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们不如结婚 随口这句沈殿霞当然是认真 并没有豪华的结婚仪式 也没有穿这个多谢Shirley 用花言考语推三推四 但是随口说已经当真了 但是郑少丑就下令 结婚不久之后 当时是弃然的 她说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结婚了 那女人就答应了 没想过她当真是弃然 结婚不久之后 这个就是笑丑 也都是 可能都是继续去打骨那些 打骨 你明白的 继续去打骨 发展她自己的嗜好 她的嗜好是什么呢 你明白的 然后她出火 很多女明星 又和她有飞闻 但是结婚 你也是我的人 但也禁止不了她出去滚 总之郑少丑想了方法 去下令肥肥 她说你快点和我生个小孩 我给你三年时间 如果你还没有小孩的话 你就不要怪我了 因为这句说话本身 肥姐是有心脏病的 糖尿病的 冒着高龄产妇的危点 生了一个女儿 叫做郑欣怡 原本以为这个小孩 郑少丑能够全心全意回家 谁不知就是 在这个肥妹出生了八个月之后 沈殿霞选择放手 主动提出离婚 原来你又叫我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真心的话 我们就结婚吧 她答应你要求 好了 结婚 然后她又有藉口说 如果我给你三年时间 如果你拼不出一架蛋出来 我们就算了 又帮她拼了 但也制止不了她滚 最终主动提出分手 在13年之后 她在採访的节目之中 其实肥肥曾经在当初的节目 问郑少丑一句 到底你有没有爱过我 对方只是说了一句 你对我真是好好 就戴过了 是不是很仆街 好了 仅仅离婚一年之后 她就迎娶这个女演员 关精华 并且帮她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女儿 叫做郑永恩 而被她伤害得最深的肥肥 当时是12岁的病因病离世 留下了 当时肥姐死 欣怡只有21岁 与深受父母宠爱的妹妹相比 肥欣怡的人生是份外辛苦的 另外 在沈殿下临走之前 为女儿留下了一笔6千万巨额的财产 前提是她在35岁之后才可以领这笔遗产 但每个月只能够付2万元的生活费 肥肥也算是很懂得教女儿 那妈妈去世的这件事 令到欣怡很大打击 因为长期用药 她体重一直暴增 也没有放缓 大家催促她 快点上进 一旦行为不好 就会引来外界很多无数的嘲笑 那渐渐欣怡开始拍拖 但负责男朋友的日常开支 甚至有变卖她妈妈留给她的东西 在她最穷的时候 她身上只能够只有26元 但尽管她的生活这么撩倒也好 她也没有寻求她老爸 郑少秋的帮助 在媒体采访的时候 郑少秋很无奈地摇头地说 她说 我这个女儿很固执的 她总是不肯向我付钱 这些混蛋的老爸 有心帮你女儿 你不用问你女儿要不要钱啊 女儿 不是这样 你不声不声 把她的帮户口 难道她会过回给你 如果你有心过钱给她 是不是 好了 在很多长辈的劝告之下 她说 欣怡慢慢走出她的阴霾 她妈妈死了之后 她开始不开心 沉迷了拍拖 但后来很多循循善友的长辈之下 她慢慢转移视线 哎不要拍拖了 都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业 经过熟人推荐 她做了一些角色 直到2011年的时候 发了她第一个新专辑 成为了这个星二代 原来会唱歌 在2016年 凭着女神这首歌 空横而出 甚至被评为女性年度之歌 在2021年 欣怡更加拿了我最喜爱女歌手 还有最佳女歌手 金像 我也是有眼光 外国那些人 很多 美国有很多唱苏宁音乐 或者有些黑人歌手 其实又肥又黑 其实你听歌而已 你是想听一把漂亮声 抒发感情而已 你不一定要一个歌手很漂亮 所以她是deserved的 我觉得 她的声音是好听的 以往她拿了这么多奖 以往拿了这些奖项的殊榮 只有拿英 莫文慧等等 之后都会有更好的发展 香港的媒体对她的关注是有针无减 每个人都很疼欣怡 而欣怡也用实力证明自己是可以的 不用靠个混蛋的父亲 但大家想知道 她这个巨额的遗产怎么用呢 在2022年今年的5月的时候 欣怡已经35岁的生日了 但对她来说 这笔钱已经不算什么了 最多她更多的是 她希望对母亲的牵挂更加重要 实际的意义 比起她留给她的6千万是更加重要的 现在她有足够的能力去养自己 也没有辜负大家对她的期望 在她最颓废的几年的时候 郑少秋曾提出接她回家住 但欣怡就拒绝了 欣怡想要过一些独立的生活 对这个父亲的话 她并不怨恨 并且保持经常有联络 她曾经这样说过 我一点都不恨我爸爸 也不会特别爱她 只是爸爸 永远都是爸爸 好了 去年欣怡就因为急性痒脏炎 入住医院 开刀就手术 手术之后她的精神就不太好 口唇都白了 上吐下射 全程都有好朋友陪伴她 她自己晒了一些照片 但你都看不到她爸爸的身影 你没有看到她爸爸去探她 同样都是郑少秋的子女 但郑少秋其他那三个女儿 她的婚姻一点都不幸福 不会因为升二代有什么好处 说一下大女 大女就是跟她很年轻 第一个婚姻的时候 那个叫做郑安怡 一直陪着她妈妈生活的盧慧如 而郑少秋给她的赡养费 直到她读大学 尽管是血缘上关系的亲生父女 但是连女的什么样子她都不认得 你知道她一番钟 就是年轻的女孩 我不知道她可能是 观精华管得好 但是你说年轻的女孩 她会不会都有兴趣的呢 我应该选一个独立 什么 什么 那个 独家爆料 因为我朋友 是年轻的女孩 有一次去一间商业大厦 然后看到一个很高的 类似楚楼香的物体 很颜色地看着她 为什么她眼神看着她 她想着那个女孩 什么时候看回她 她就向她满金放电 满金放电 这个大叔满金向女孩放电 我朋友就觉得 小伯父 是十几年前 也许十几年前 也许十几年前 她都不年轻了 她还是用这种态度的 大家同一个电梯 那部电梯只有两个人 她是不停看着我的朋友 看着她好像流了口水 那只 她想那个女孩看回头 觉得她是大明星那只 哈哈哈哈 我想起一程 我想吐 那时候她已经一百年多了 但她看着她年轻的女孩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好了 继续说 她连她那个大女 她的样子未必认得到 父女两个多年来 是没有联系的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基本都没有见过面 那 鄭少秋曾经公开表示过 当然是别人问她就表示了 是不是 难道她会自己爆出来吗 那别人问她 你对于你的大女怎么样 她这样说 对于女儿有些遗憾 有遗憾 就是等于高官 就是做事不力的时候 只能够说一句 对于这一件事件 我们会深表遗憾 That's it 究竟是有什么 有什么补偿呢 没有 No The answer is no 对于姻儿 和很多可以用下半世去彼補 但是她的大女 就是和第一个太太的女 就更加缺乏父爱 可能这一世都不能够彼補 是吧 那你说 阿欣怡就是说公众人物 如果你对她有什么不好的 那些传媒都骂爆你了 我阿沙都骂爆你了 是不是 你怎样敢对阿欣怡不好 加上阿欣怡自己本身 她妈也身边有很多朋友 这个另外一样 另外阿欣怡自己本身 她妈不在 又不是靠老爸 她都要靠自己 都可以拿到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是不是 那她真是本事的 好了 四个女儿 有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没有了爸爸的痛爱 那些女儿是独立思想的 但是呢 避受宠爱的两个妹妹 至于陈慧佳的两个女儿 从19岁起,她的男朋友一个接一个,屡次被新闻爆出私生活混乱,并且匪民前身 名誉地位,郑少秋也管不了,于是把女儿送到外国读书 谁不知去到外国,郑永恩就像脱疆野马,更加事无忌惮,被记者拍到她和有加失的男性行为举止亲密,还背上小三骂名 郑永恩的做事作风非常张扬,并且在公开网络上测出她和很多男性好朋友一起穿着泳衣照片 背景是在街头,去到酒店,舆论不断发酵,郑少秋居然说快二十岁了,不管得那么多,还要人漂亮 可能在三女的身上吸水了一些教训,所以小女儿是特别乖的,叫做郑永希乖女 学习成色优异,性格也很低调,积极向上,考到名牌大学,自己是一位很喜欢读生物学的 另外,这个是看什么因有什么果,郑少秋有四个女儿,完美地体现出 沈殿霞对她的恩怡虽然很疼,但从来都不娇宠的,不会中用她的 虽然她从未指责她爸爸的不是,也没有把自己的婚姻的不幸带给她的女儿 所以她长大了之后,女儿也不痛恨过爸爸 而过度历外的郑永欣刚刚相反,频频为父母增添麻烦 在这个2022年的6月份,郑少秋带着郑永欣和郑永希 两个人一起去看欣怡的演唱会,捧她的墙,台上台下多次互动 一家人看起来就好像落也融融,对于郑少秋来说 她一生都是女人债,而最淫乱的一个就是她的第三个女儿 但将来她现在还是年轻,大笔子 如果你说她以前搞过多少女儿,现在她的女儿 如何的情况呢,这个你慢慢去承受 她的老婆也不是生猶的丹 所以应该不要太领外在身边的子女 如果不是的话,这些子女在外面又跟人生了 然后那些男人又伤害她的心 这个世界是说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多谢各位 好了,我们又去第四条片子了 Need the handp phone,喜欢吗? 这些人现在才进来,我也做完了 好了,我们又去这条片子了 另外一个爸爸的前人 这个 Oh my god 另外这个老婆,服装的又怎么样呢? 好,这个就是我下一条片子 多谢你 好,我们去下一条片子 tablik tablik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k 好 多謝誰成為會員 威風旺 多謝你成為鑽石級會員 我們去下一條影片 我先拿一條連結給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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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2點15分 OK OK OK